在一个偏远的星球上 生活着一群名为纳维的外星人 他们与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生物和谐相处 保持着自然的平衡 纳维人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种族 他们与外界保持着距离 只有少数人类科学家被允许进入他们的部落 进行文化和生态研究 其中一位科学家名叫凯伦 她是一位年轻的女性 对纳维文化和这个星球上的生态系统深感兴趣 凯伦在一个探险队中担任副队长 他们的任务是到纳维人居住的部落进行调查 在这个任务中 凯伦结识了纳维人的首领儿子杰克 两人逐渐产生了情感上的纠葛 但是这个星球上的资源引起了人类的贪婪 一个大型企业派出了一支武装队伍前来开采 他们并不在意纳维人的生态和文化 只关心这个星球上的矿物质 为了保护他们的家园 纳维人与人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杰克和凯伦也加入了这场战争 在战斗中 杰克和凯伦逐渐发现了人类企业的阴谋 他们不仅仅是为了开采资源 还想要毁掉这个星球上的生态系统 让这里变成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 面对这个危机 杰克和凯伦决定联合纳维人 共同保护这个星球的生态平衡 最终他们成功挫败了人类企业的计划 在这场战斗中 杰克和凯伦成为了纳维人的信任对象 他们也逐渐融入了这个神秘的种族 最终 凯伦决定留在这个星球上 与杰克一起生活 共同保护这个美丽的星球 让他继续保持着自然的平衡 不受外界的干扰